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这个发芽以后还会长吗 嫁接活了唯一一个怕两边都长 这个会长的臭宝 这个会长的 另外个人建议如果说旁边那根长得很强 你就适当的剪一剪 给旁边的这个留点营养 你别到时候光一根的这个了 这个没事活得很好 你如果说光状啊肥料啊什么的 它都给足了 这两边也都能长起来 个人建议还是稍微的稍微的剪一剪 旁边那个给它留点空间 两边长得差不多大会更好 好吗宝 不错不错不错 夏娃特宝说这个金银花咋了吗 你说这个金银花咋了吗 通风差呀光照不行啊 金银花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在我们北方地区实现露天 室外野生 尤其是在山上 它都可以野生的那种感觉 就这么哇塞 你看耐干旱 耐鸡脖 耐热 耐寒 耐冷 没有不耐的 但是你在家里边的时候 好多的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就是你看小鸟在野外飞得很欢腾 一进笼子里边它就不行 你限制了它就自由了 它没办法自由的呼吸 通风很差 有话说我开着窗了 开着窗不行 你得有那种通风 你看看野外多清爽 你出去待会儿 你在家里边憋会儿 你咋不老在家憋着呢 外边清爽 哎空气流通很快 所以说这个呢是有些通风差 另外呢有些水大 水大了以后呢 根系泡的发胀 时间长了就闷筋 闷筋时间长了就烂筋 烂筋时间长了 上面就不好了 你看系统的来的吧 嘿 哎 好好看 好好喜欢 老阿姨茉莫里为啥发黄呢 笑光 你茉莫里花呢 是可以在南方世界 露天室外 养护的 它是需要一个很强的日照 晒不死的茉莫里花嘛 智子花有这个名字 晒不死的智子茉莫里 你这光照 你不怕你好啊 它不怕热 你光照不行 对吧 你还没事老浇水 它长出来叶子 它不就这样吗 你水多了光差了 它长出来叶子就这样了 好多话说理解不了 当这个叶子 你可以看 经常敲光的那个叶子呢 它长得就是不好 光照越好的 那个它长得就越哇塞 对吧 就像你也知道 你谈对象 你一会儿谈好几个 你对它好的那个 它就稍微的对你好一点 你对它那个不好的那个 它能天天舔着你长 它长一会儿行 时间长了 它不也黄吗 你照顾不过来 光照不够啊 大神贵花 大大中原 嗯 湿了尾第二盆没敢湿 开始锈扳 花花往下掉 水大缺光通风炸 俩去三个了啊 水大缺光通风炸 你桂花现在这个季节又不冷 在10度以上就可以搬出去了 15度以上啥的 你搬出去晒晒 你在家里边等着干啥呀 下个臭包 我的枝子花一盆里边 几颗都长得好 一颗发快死了一下 很正常 很正常还那句话 一会儿谈好几个对象 肯定有一个对象 给你发黄的 我所以说 我跟华人们不止一次的说 你买花的时候 尽量买了这种盆栽开花的 一盆里边就一颗 你好招呼 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好对待 少生优生 幸福一生啊 这样它能不黄吗 这个是片黄 片黄的话 一般都是说这个通风炸 好吧 下面它代谢 因为之前 老是增强营养 你光照给它也不够 它就盖着黄叶子呗 要不然就几个合伙 把一个就给弄死了 就这样啊 老花姨 郁金香发粉 和黑 还能活吗 应该能啊 先晾干了以后再种啊 晾一晾 用多菌灵泡一泡 晾干一下再种 可以活 这不活挺好的吗 挺好的 挺好的 问题不大 好了 今天的醋饱的问题 比较简单 记住啊 不要水大 缺光通通畅 喜欢光照的多晒晒 那不怕 其他养花问题 视频要留言 你拍个照片过来 可以发私信的 好吗 我老花一 养花就算一 白了 嗯